明亮機能黑豆膠囊 黑豆花青素 北歐藍莓花青素 金仔花葉黃素 豐富的文森素A Beta紅蘿蔔素 還有DHA精緻魚油 葉黃素是一個非常成熟的 保健食品 對 可是葉黃素 你只吃葉黃素不夠 你富方要富方 對 你富方一些無關痛癢 其實也沒什麼特別的作用 好 我要講到說 如果你還在只吃葉黃素 那就太淺了 一定要加黑豆 因為我本人工作忙碌 然後我覺得我最大的快樂 就是半夜追追劇 因為我自己以為說 反正晚上就是開一個小燈 我甚至有時候 對 我甚至不開燈 久了之後我就眼睛好累 然後我開始會流眼油 眼睛會點點這樣子 然後我就去看眼科之後 醫師就說 你用眼過度 然後問我有沒有保養 然後醫生就說 葉黃素要吃富方 然後他還提醒說 你要多吃黑豆 對 然後他就跟我說 黑豆有花青素什麼 他說只吃葉黃素 不夠這樣 我就想說 我要找有黑豆保健食品 然後要怎麼找呢 因為我們曾經節目有推薦 有一個 我覺得那個牌子滿不錯 是日本的大品牌 然後它那個品牌 同品牌還有出一個 明亮機能黑豆膠囊 然後我就覺得太棒了 又有葉黃素 又有醫生交代的黑豆 而且醫生還有講一句話 我想分享給各位 醫生說 我學一下他講話 像你們都這樣又有眼睛 那麵糞就好像在 在煮你的眼睛 好可怕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爸爸般的醫師講的話 我就整個他講過都信 然後我也找到 又有黑豆 又有葉黃素的保健食品 就是這個 是 就是他日本原裝進口 而且還有通過日本 厚生勞動省的認證 他說是有護眼配方 營養機能的食品 對 妳剛剛說什麼 日本的什麼厚生 勞動省 勞動省 它是什麼 它就相當於我們的 而且它就是國家政府機關單位 日本人這麼嚴謹 所以我就覺得 有這個把關就可以放心吃 對 有一個認證 主要的成分有 黑豆花青素 還有經過日本 數十年研究開發出的專利 它還搭配了 有 北歐藍莓花青素 還有 金桿花葉黃素 還有豐富的維生素A 維生素A 剛剛張醫師也有講過說 在暗處 搖晃什麼 維持我們的 視覺敏銳的程度 還有 β紅蘿蔔素 還有DHA精緻魚油 其實這些本來都是 剛剛都有聊到 對 本來就是 對我們在使用的時候 有很好的效果 其實它等於是3加3 三種是保養 三種是輔助營養素吸收的成分 你看 它每一顆獨立包裝之外 我昨天才剪我的指甲 小指甲是最小的吧 這樣子戴而已 最重要是 他們每一個人都有獨立包箱 是不是每一顆都是VIP 對 你們有沒有一個經驗 就是說那種整罐 你出國不好戴嗎 而且接觸到空氣很容易氧化 還會黏在一起 會黏在一起 會出水 涼涼 我還有吃過就是 沒保存好 把它打開之後 後面都 我不知道要不要吃 因為變臭 糙魚 那個味道就出來了 對 然後還有就是 關於我手撕的時候去拿 其他的膠囊也都黏住 所以我就說這個膠囊 我覺得這樣子的包裝 非常非常好 重點是 日本嚴謹的程度 大家都很清楚 對於營養精能食品 他們都有做檢測 叫做 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在吃保養品 或吃藥的時候 你一定要知道說 它什麼時候吸收到底有沒有效 一般的膠囊其實要數個小時 對 可是如果是這種植物性軟膠囊 因為這也是他們的專利 他們大概 等一段20分鐘就可以再 快速地崩潰 我有個問題 因為我是比較容易腦霧的人 這個會不會要怎麼吃 會不會就是要吃很多吃 因為怕忘記 怕吃錯了 對不對 其實它一天只要兩顆 一天只要兩顆 對 然後就可以補足一天 所需要的營養素 而且重點是它是 我相信我們這場的醫師 還有我們看過的醫師 都會跟你講 腹幫才會對我們有真正的效果 此外它裡面的維生素A 非常非常地足夠 所以像我們家親戚的小孩 很多都在學齡 在發育中他們有吃 孩子們一天一顆就可以了 我們大人一天兩顆 一天兩粒 一切好粒粒 對 謝謝凱翰們的毫無分享 謝謝